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买完饮料后到处逛逛 刚好看到一家店老板推荐卷饼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咯 哇 吃到葱了居然是包整条的 小皇冠也是整条的 啊 最后主角牛肉也是整条的 牛肉快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 这是一家在大西交流到附近的店家 我们进去听老板介绍一下 这是菜单吗 对 这个是旧菜单 要更新了 因为新菜单 我在拍影片 像凉面啊 还有这个冰 还有这个日子 老板 你们谁比较厉害 要来介绍一下你那个卷饼的特色 你有卷饼的那个照片 可以借我拍一下吗 可以 然后可以介绍一下 你那个特色是什么 特色应该是请老板说 因为我们是烙饼 我们是烙饼 跟你拿着 来 老板 你在这里 对 牛肉就是整 饼皮 我们现在要请老板来介绍一下 他这个卷饼 老板介绍一下卷饼 我们这个是牛肉卷饼 然后这个是北方口味 主要的就是这个饼皮 是手工做的 而且这个饼皮做出来的话 吃的不会胃酸 不会胃酸 对 我们的饼不会有胃酸 为什么 原因是材料素材 对 面粉不同 面粉不同 对 然后里面就是牛肉条 新鲜的葱 青葱 还有小黄瓜 那为什么要放牛肉条 不是放牛肉甜 那吃起来的口感才好 比较扎实 对 才会有糖 口感是比较Q弹 对 故意要Q弹 对 比较扎实Q弹 对 所以它有点快接近牛肉干 但是又不像牛肉干 但是不是很软这样 了解 就是会有咬劲 你如果是骗的话就没有了 就不会有咬劲 老板你们是从台北过来 我们在桃园市 桃园市 对 然后跑来这里开店 桃园市北桃园吗 南达 哪里 在那个 那个什么高中 我记住 武林高中 在武林高中 在武林高中附近过来 从武林高中附近过来 那你们现在是几点到几点营业 我们是早上11点到晚上7点 每天吗 有工修吗 每天 基本上每天 没有休假吗 折日 哦 了解了解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是 桃很小 这个是老板的厨房 这个是做什么的 这个就是要做肉夹馍的 肉饼啊 肉饼的肉夹馍 里面包肉 里面包牛肉跟猪肉 对对对 你们是北方人吗 我先生是僵尸人 哦 了解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什么 旺饼 这个旺爸爸我夹我给你看一下 好 这里面就是说会夹那个牛肉 会夹牛肉 或者猪肉 然后这里面就是夹馅 哦 夹馅的 你如果 你如果 点餐之后才夹就对 对对对 点餐之后才夹 对对对 了解 那就是会夹牛肉 那个料还没有处夹 因为才夹到 哦 好 好 这家牛肉卷饼吃起来 属于清淡清爽型 如果喜欢牛肉厚厚扎实的 有嚼劲的人 可以来试吃看看 嗨 我是凌凌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